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历史解读,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,七夫人被吕智做成人质,儿子刘盈看到后当场下晕,真是最毒妇人心。 欢迎各位看官,点击订阅,下期精彩内容不错过,我们来借着往下看。 七夫人被吕智做成人质,儿子刘盈看到后当场下晕,真是最毒妇人心。 说起汉朝的吕后,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心狠手辣,除了处子韩信等开国功臣外,吕后甘得罪狠毒的一件事,便是将情敌七夫人做成了人质,这种残酷的刑罚。 吕后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设计者,而且他不光折磨七夫人,还拉着自己的儿子刘盈去看,结果将刘盈吓破了膽,从此不理朝政,不久之后便一命呜呼。 这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流传已久,成为了一个经典的残酷统治者的案例。 然而,在历史的长河中,人们似乎只关注了吕智的残忍,却忽略了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。 今天,让我们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,走进这段充满恩怨情仇的故事。 七夫人是汉高祖刘邦的宠妃,她美貌聪慧,能歌善舞,深得刘邦的喜爱。 而吕智则是刘邦的原配妻子,两人在战争中结缘,吕智为刘邦生育了一个儿子刘盈,并一直陪伴刘邦南征北战,患难与共。 然而,刘邦夺得天下后,七夫人的出现使得吕智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。 刘邦对七夫人的宠爱让吕智倍感失落。 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,吕智开始产生了对七夫人的敌意。 公元前195年,刘邦驾崩,刘盈继位为汉惠帝,吕智成为了皇太后,此时的吕智已经没有了刘邦的约束。 她开始将心中的不满全部发泄到了七夫人身上。 她先是将七夫人贬为奴隶,让她过着非人的生活。 然而,吕智的报复并未到此为止,她接下来做出了一个震惊世人的决定,将七夫人做成人质。 据《史记》记载,吕智命人砍断了七夫人的手脚,将其投入缸中,然后倒入了毒药。 这种叫做人质的酷刑,让七夫人在极端的痛苦中离开了人世。 然而,吕智的残忍并未到此为止,她还让刘盈前来观看。 当刘盈看到母亲的惨状时,她当场吓晕,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愤怒。 等她醒来的时候,已经不敢直视守在自己身边的吕智的眼睛了。 她也算是真正的意识到,曾经那个温柔体贴的母亲已经不在了。 现在有的只是一个在朝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女强人。 那么这个人质到底是什么呢? 为什么能把一个皇帝吓成这个样子? 当时刘邦在称帝以后充实了一下自己的后宫, 而七夫人就是最受宠的那个,她知道自己想要登上皇后的宝座。 这个所谓的发漆是必须要除掉的,所以她用尽了各种办法, 比如下毒,栽赃吕智谋逆,在公开场合,公然让她难堪等等。 而吕智原本的想法就是忍一时风平浪静。 可是刘邦也在中间霍悉泥的时候,她忍不了, 二十多年的委屈一下子就涌了出来,才让她彻底变了一个样子。 吕智心狠手辣,手段让所有人都感到害怕, 就连皇帝刘盈都只能节节败退, 知道自己其实已经不受宠爱的吕智想为自己, 也为孩子找一个出路,所以就开始绞尽脑汁, 终于熬到了刘邦去世,自己便掌控一切。 她先是让人给七夫人的茶水里面下了蒙汗药, 然后把她带到了自己的寝宫里面, 捆绑在椅子上,等她醒了以后, 再细数七夫人曾经犯下的罪孽。 可笑的七夫人当时还在用嘴反击, 听得心烦的吕智,就直接让人把她的舌头割了下来, 然后还说她的眼神让自己不喜欢, 所以就让人把她的眼睛也挖了出来, 还一根一根地拔掉七夫人的头发, 最让人感到震惊的是, 为了担心七夫人在这个过程中昏厥过去, 从而体会不到这些方式带来的痛感。 吕智还安排了两个知名的医生在旁边, 一个负责疗伤,一个负责保持清醒, 也就是说这一切都是在七夫人极度清醒的时候发生的, 之后她还让小太监给自己拿来了一个铁棍和铁锤, 就像开凿东西一样把七夫人的牙齿一颗颗地砸了下来, 还逼着她自己吞了下去, 之后医生说这样其实还可以听到声音, 她就用水银把耳洞也堵了起来, 等到终于发泄完了, 就直接拿来长刀把她的四肢全部砍了下来, 然后搬来一个大酒缸, 把她塞了进去,丢到了马厩, 就再也不管了, 虽然后来在吕智的统治下汉朝没有分崩离析, 但是她这样的很多手段还是让所有人都感到匪夷所思, 也正是因此才留下了数千年的骂名, 事实上, 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, 便会发现吕智的残忍并非毫无缘由, 在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极其低下, 他们往往只是作为男子的附庸而存在, 吕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,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, 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, 在她看来, 欺负人是她婚姻中的第三者, 是她家庭幸福的破坏者, 她无法容忍这样的存在, 因此, 她对欺负人的报复,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 也是她对自己婚姻的捍卫, 此外, 吕智的残忍也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, 在汉朝初期, 天下初定, 统治者需要树立自己的权威, 以巩固政权, 吕智通过这种方式, 向世人展示了她的权威和手段, 以震慑那些企图寄予皇位的人, 可以说, 吕智的做法虽然残忍, 但却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, 当然, 我们不是在为吕智的残忍辩护, 而是试图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去分析这段历史, 无论如何, 欺负人的悲惨命运都是值得我们同情的, 她作为一个女子, 在封建社会中, 因为君王的宠爱而受到了吕智的迫害, 最终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, 这不仅是欺负人个人的悲剧, 也是整个封建社会的悲剧, 然而又会有人提出疑问, 大部分母亲都想在自己儿子心目中留下一个好印象, 为何吕后却如此对待自己的儿子呢? 首先, 让刘盈认识到竞争的残酷, 以及失败者的下场, 吕后一生只有两个孩子, 分别是汉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, 刘盈性格软弱, 吕后一直对她是恨铁不成钢, 也正因为她是吕后的孩子, 所以在刘邦立国后才被封为太子, 但刘盈的太子之位并不稳, 如果不是吕后从旁策划, 她很有可能会被剥夺太子之位, 刘邦在当了皇帝后, 很喜欢欺负人所生的赵王刘如意, 认为刘如意最像她, 欺负人也经常在刘邦身边吹耳旁风, 希望刘邦能改立刘如意为太子, 刘邦曾对这个念头产生过动摇, 认为刘盈确实过于懦弱, 不是储君之位最好的人选, 还是吕后请教了张良, 请出了商山四号, 这才断了刘邦换太子的念头, 但刘盈却并不当回事, 甚至在刘邦死后, 还明理暗里保护刘如意, 吕后带刘邦去看欺负人的惨状, 就是要告诉她不能心思手软, 否则作为失败者, 被人砍断手脚, 扔到大纲里的就是她, 也只有像她老爹刘邦一样心狠一点, 日后才能震慑朝臣, 其次, 为了将刘盈掌控在手中, 吕后对于权力有着极大的掌控欲, 虽然当上皇帝的是她的儿子, 但终究不如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, 更靠谱一些, 吕后命人将刘盈带到茅厕去看, 被做成人质的欺负人, 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有警告刘盈的意思, 如果刘盈胆敢违逆她的意思, 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, 虽然吕后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, 但效果却超出她的预估, 直接将刘盈给下费了, 从此成为一个更加胆小懦弱的人, 最终刘盈借酒交仇, 一语而终, 最后, 为了显示自己的快感和征服感, 对于妻夫人, 吕后是一万个痛恨, 她当年跟着刘邦吃苦受累, 还在项羽大营中被关押了很久, 而妻夫人就因为会唱歌跳舞, 被刘邦宠到了天上, 吕后心中自然不甘, 但涉于刘邦的权威, 她在刘邦活着时, 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付妻夫人, 而且妻夫人千不该万不该, 不该觊觎她儿子的太子之位, 对于这种野心勃勃的女人, 她一定要严惩, 以杀鸡景侯, 刘邦死后, 吕后将妻夫人做成了人质, 心中畅快无比, 她最想分享胜利成果的人, 自然是她一手带大的儿子, 只是没想到, 儿子与她根本不是一路人, 并为此产生了负罪心理, 早早去世, 欺负人被吕智做成人质的事件, 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情感纠葛和政治斗争, 我们不能只看到吕智的残忍, 而忽略了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, 只有全面地看待这段历史, 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命运, 喜欢本频道的内容吗, 点个订阅, 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